大家好,我是Amy 之前有觀眾留言問我 可不可以做一些健康一點 而且沒那麼肥的食譜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吃東西 而且我平時是忍不住口 有時用電腦就不自覺不停塞東西進口裡 所以我們今天會來做這個 完全沒有油的燕麥曲奇 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 香蕉和燕麥 好,我們馬上開始 材料有這些 其實香蕉和燕麥的比例 大概是1比1左右 可以選一些熟一點的香蕉 做出來的曲奇會比較香甜 第一步我們可以先把香蕉用餐壓 大概是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把即食燕麥片加起來 我建議一定是用即食或快熟的燕麥片 因為它比較薄 做出來的曲奇才不會那麼硬 我們把麥片和香蕉拌均勻 其實已經可以拿去焗了 而且因為有香蕉的緣故 所以本身曲奇吃下去 已經有一點點香蕉味 和甜甜的 但如果你想再好吃一點 就可以加一些蜜糖 肉桂和香蕉是很合的 所以我就加了一點點 又或者可以按個人喜好 加一點朱古力粒 又或者果乾 就會好吃很多 記得這些果乾 其實也有糖分 不要加太多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材料都拌均勻 你看到質地其實是比較乾 我們就可以把它搓成一個球形 再放在焗盤上 這次可以做到大約12個曲奇 我們就可以輕輕按扁一點點的曲奇 搞定了 我們就可以拿進熱了180度的焗爐裡 焗15至16分鐘 焗好的曲奇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放涼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邊位和底是金黃色的 由於我知道不是很多人家裡有焗爐 我就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用微波爐也做到這個曲奇 首先我會嘗試釘它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 你看到它好像已經熟了 但比較軟 可能因為還沒放涼的圓骨 所以我就再拿進去釘多一分鐘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的曲奇 底已經焦了 現在已經完全放涼了 然後是硬了很多 我們就試一下拍開它 哇!很硬 你們不要釘太久 不行了 啊!終於拍開了 它裡面已經釘到完全乾了 連裡面的位置都焦了 所以如果用釘的方法 多用一分鐘或一分二十秒就好了 但我也會試一下 我怕牙齒會崩了 但是吃下去是OK的 它吃下去的口感好像那些黑力架 應該是放到明年都不會壞的質感 我覺得釘的效果是OK的 但就不要釘太久 這次我們這個香蕉燕麥曲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由於這個曲奇完全沒有下油的緣故 它就不會像平時的曲奇吃下去那麼鬆化那麼鬆脆 所以你不要期望它會很好吃 但是也不難吃 它吃下去的口感是比較煙韌 像麵包和餅乾的感覺 的確是挺好吃的 這個曲奇焗完 放涼了之後 你就可以放進密實盒那裡 大概就可以放到三至四天 都是盡早吃完就越好 因為始終都沒有放防腐劑 那就不要保持太久 對啦!希望你們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影片一個讚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按訂閱之餘再按旁邊的鈴 那你才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另外我也是Facebook和Instagram的 對啦!我這次沒有指錯片了 歡迎大家 如果你們有什麼完成品的話 都可以傳圖給我貼堂的 好啦!那有什麼想我做的話 就留言跟我說吧!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好! 好!